珠宝大道为偷取钻石就把自己刷成白色雕塑 在警察眼皮底下占了两天两夜 一辆火车行驶在广阔的沙漠中 车上护送着一顶价值连城的皇冠 皇冠的持有人老太太也在火车上 此时的她正在和俩孙子玩捉迷藏呢 国际大道A先生用易容术伪装成老太太后偷走皇冠 等他们发现时 里面只剩下一个带有A标志的符号 得知A先生又翻案后 警方组成一个专案小组 组内成员分别有高大帅气气粗密的大胡子 也是无成专门跑腿的头金男 以及扑黑貌美 相法百发百中的丽娜 通过大胡子一系列的推算 他们得知A先生的下一个地点是梦满 目标是博物馆的一颗天价宝石 很快大胡子就在博物馆布下了天罗地网 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A先生两天前就已经潜入博物馆了 并把自己切成了白色雕像 站在角落可以墙壁融为一体 估计没有警察能想到 A先生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他操控机器 沿着地板的黑纹一步步靠近中心 在一举拿下宝石 并用投影毁销视线 得手后就假扮清洁工逃出去 但撞上他的头金男 感觉事情并不简单 就把人拦下来盘问身份 而A先生也早有准备 用鞋上的液体融化井盖掉下去 再从外面的井口逃出 就这样警方再次错失了抓捕他的机会 每次精心推算 都能让A先生毫发无损地逃出去 这让大胡子很不服气 于是他就找了身手了得的盗贼小美 用消除暗底作为交换 让他用美人计潜伏到A先生身边 套取行动资料 很快在大胡子的安排下 小美靠自己出色的身手和颜值 成功当上了A先生的助理 可大胡子没想到的是 小美在与A先生的相处中渐渐爱上了他 这次 A先生带着乔美到了巴西 她的目标是价值上益的手制金币 通过伪装技术 他们在大胡子的眼皮底下成功偷到金币 大胡子和头金男追踪到A先生的位置后 紧跟其后 他们看着摩托车跟进隧道 拟追我赶 双方在狭小的隧道里 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追击战 最后 A先生在冲出隧道时 小美引爆手上的炸弹 阻止警方的追捕 但区区小伙 怎挡得住大胡子想抓人的决心 小美两人出来后兵分两路 大胡子不管他 眼里只有A先生 于是两人对上 尽管A先生冲出了悬崖 大胡子也不抛弃不放弃 舍我骑谁就跟着跳下去了 抓住A先生这棵救命稻草 两人成功登陆 但对决还没有结束 两人打起架来难奋难舍 这时 头金男和小美出现 A先生这时才知道 小美卧底的身份 他伤心地追问 你有没有爱过我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小美偷出手枪 直接把A先生打落悬崖 大胡子抓不到人 只能两手空空地回去交差 时间一晃 几年过去 小美在海边开了一间快餐店 而餐厅的厨师 正式掉落悬崖 假死的A先生 原来当初抢劫金币之前 小美就向A先生 透露了自己的身份 两人早已相爱 为了奔赴往后的美好生活 A先生也决定金盆洗手 他们按照计划 故意在大胡子面前 上演一场金蝉脱鞘 正当他们准备开开心心地 过不可描述的日子时 大胡子找来了 他识破了两人的计谋 但他并没有抓走A先生 只是把他偷走的东西 全部拿了回来 付了酒钱就离开了 为什么没有抓他呢 因为这是个爱情故事 然而 在现实世界里 不抓人是不可能的 也不得不说 印度电影真的喜欢勇士 没事就跳舞 感兴趣的小伙伴 也可以自行搜索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卖带来的影片 幻影车神2 我们下次再见